大家好,欢迎收看react.js从入门到实战 上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react.js表单和实践 然后留了一个小尾巴实践这部分呢 由于实践关系没有讲,这节课我们先补上 然后呢,说一下react.js,react.js这部分 react.js这部分可能会偏向于理论的支持比较多一点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看吧 先来说一下这个上节课提到了有个这个tickbox 下box那个上节课没有上节课写的时候这个有点问题 嗯,然后上次说了改一下就是把这个input要需要改成这个数组的方式 然后这个每次检查的时候呢,直接去检查是否有这个指定的这个元素 然后你在嵌去的时候呢,通过来判定这个所点击的这个元素 它是否只属于这个翘域的状态 然后来更改这个init更改这个c当中的input它的这个值 代码基本上就是这个这个流程和上次说的这个 思路是一样的 是一个简单的实现 那么这个值更改过之后呢 就是运行就比较正常 运行就比较正常了 然后这个苹果相应叫苹果和预期的是这个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这个,然后那个来补上上节可没有提到的这个实现系统 嗯,实现系统呢,这个叫做react.js它自己有创造了一套这个实现系统 这个我就不在这个单独来写了 这个我就不在这个单独来写了 可以直接拿这个react.js的官网上这个名字叫这个 叫做这个 嗯,Synthetic Syn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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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t Synthetic Event 这个实现系统 这个是相当于说 我们知道在用gcure的时候呢 它为了对所有的浏览器做一个兼容 自己又封装了一个这个绑电视线的这么一套机制 你比如说这种on实现 以及之前的这种delegate 或者是这个click 加上一个函数啊 等等这种一方 那么这个react.js呢 它是在这个 相当于在dequire的这种基础上 又更加封装了一层 它把所有的这种实现也做了一个 针对不同浏览器做了一个自己的进容 这样的话呢 它用的这个实现系统 其实和原生的实现系统 已经有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这块那个可以 如果这个大家有些阅读 英文这个感觉不是特别顺畅的话 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集合学院的里边 有有这个有有这篇的翻译 这个基本上内容还是比较完整 比较正确 这个链接我会在这节课的这个 课后课后阅读这块内容会放出来 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然后这块我主要是来说一下这个 有几个地方需要注意一下吧 首先是这个实现系统 它和原生的实现是不一样的 它的这个暴露的这个接口 虽然和原生的差不多 另外它也把这个原生的实现 其实是暴露出来 native event 你如果说是要 需要用到这个原生实现的某些这个 函数属性或者方法或者属性的话 可以直接去调用这个实现的这个 现在event native event 然后来调用 再一个是这个支持的实现 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呢 做了一些扩展 除了这种unclick 还有这种什么uncopy uncut unpass 另外在处于这种实现冒泡阶段的话呢 我们之前是通过你在后边 在把那实现的时候 at the event listener 的时候 这个增加突破force来 这个判定是在补货阶段 还是冒泡阶段来这个来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接受这个实现 那么它呢是realgs呢 直接用定义了一个不同的实现 比方是这种click 直接在后坠后坠下来capture 相当于保定的时候 直接在补货阶段来保定这个实现 那么其他的这种啊 可以down 可以press 可以up 以及这种交点实现 表达实现等等 都是和这个 常用的这种实现 实现是保持一致的 这种接口啊 这种理解什么都是保持一致的 另外这个上次也说了这种 on-chain的实现 它是和这个 原生的稍微有些不一样 我们在这个 有输入的时候呢 它是 直接变化 不用通过这种blur 或者是这个focus 什么新focus在blur等等 这种来改变 它是只要有任何更改 它就会立刻补货到的 这块呢 之前也说过了 就是不再提了 所以就 实现系统有这么几点 需要注意一下 使用的时候就是这种 常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比较简单 和这个原生呢 其实差不多 自然在使用的时候呢 其实如果有任何的不顺畅 或者是不会的话 首先是要保障你的这个 解释技术是ok的 然后如果说 还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去这种 查百度啊 查谷歌啊 这种基本搜索能力 还是需要具备的 然后然后那个 上级课留下的这个 客户作业呢 嗯 比较简单 除了阅读这个实现系统 和表单的这个 相关内容之外 是希望大家 对所有的这种表单元素 都每一个元素 都要做一个这种实践 来做一下这种输入输出 以及这个判定改变啊 以及这个value值改变啊 default啊 或者default value啊 以及这个 select box 和这个select 以及这个radio的 radio button的这个选中啊 等等这些东西 来做一些这个实践 然后呢 嗯 这样的话 至少在使用当中 有一个基本的印象 用到某个元素了 不至于不知道怎么弄 那么这是上一节课内容 这节课这个来做一个 呃 来事儿 然后接下来说 主要说这节课内容 就是这个 refs 确实refs 但是我们需要 首先要提到这个元素的重步 重排 reconciliation reconciliation 好像是这么多的 我们知道这个 reconciliation重步 然后说一下case和这个refs 我们知道这个 嗯 你在dome结构 在tml当中 有任何的js 来操作dome结构 或者是reconciliation 操作的话 会出现两种现象 一个叫做这个 元素的这个重排 一个叫做元素的重汇 元素的重排和这个重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重排的话就是牵扯到这个 嗯 牵扯到这个dome当中结构有一些这个元素 比如说 他的这个宽高啊 发生改变了 或者是这个元素的内容 有某些元素增加了 增加了某些这个tml结构 或者是这个删除了某些这个dome元素 或者是这个dome元素的这种布局方式 定位方式等等 发生的改变都会导致整个页面的重排 那么重汇呢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元素 只是一些背景样式的修改啊 或者是图片的替换啊等等这些内容 就是相当于说他的变化是发生在内部的 并没有影响到这个外部元素的 外部元素的这个改变 我们简单把这种这种叫做重汇 那么重排和重汇就是两个基本概念 接下来说这个 RealityGS当中呢 它在检查 因为我们知道它背后 它背后是这个有一层这个虚拟的dome数和这个现实 和这个tml当中 页面当中dome数的一个对应 每一次 页面当中dome数对应 我们知道每一次改变的 它都会先去这个修改这个虚拟dome数 然后和这个页面当中dome数做一个现实dome数 做一个这个 叫做现实的 现实dome数做一个这种对比 来然后来做这种 不管是有些低幅算法什么的 然后这些改变之后 然后再来根据最终的计算结果 来这个更改 页面当中的这个dome数 这样的话就保证了这种对页面当中一些dome 操作的这个最小化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来说一下它这个在更改虚拟dome数当中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判定过程 哪一个具体的这个实例来判断 实例来说明一下 假如说有这么两个元素 这个是改变之前的 可是一个div里面包括了一个spam标签 spam标签里面内容是aspam 然后它更改之后内容呢是一个div里面包含了一个p标签 p标签里面内容呢有aspam改成aparagraph 那么它实际在更改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呢 判定判定流程 它第一步它会先判定这个节点的类型 第二步判定节点属性 第三步就是判定自节点 然后一直往下自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改变的时候 首先它第一步 改变这个panding这个元素和这个 已经最后要更改的这个元素 它发现最外层两个都是div 所以它并没有任何改变 接下来它看它的属性 发现一开始是first 后来改成了这个second 那么这时候就有了一个改变 改变它的属性 改变完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判定子元素 它发现这个子元素一开始是一个spam标签 然后后边改成了一个p标签 那么为了减少这种运算 只要说它发生了这种节点类型的改变 主要一个解释 它就不会再去判定这种节点下边 它的子元素是如何的呀 属性是如何的 以及这个当前 当前的这个标签 当前这个节点类型 它可能说有些这个 属性值什么不一样 它只要发现这个节点类型发生的改变 它就会立刻把这个节点删掉 重新绘制 这样的话呢 也能保证了这个 保证了这个渲染速度 所以第二步 它就直接把这个标签替换成这个标签 然后紧接着就得到了这个这个元素 最终的展现的这个元素 这就是它的整个的替换过程 首先判定几点类型是否相同 类型相同的话 然后判定它的这个属性是否相同 是否需要改变 判定完之后呢 然后紧接着去改变它的这个子元素 然后我们要知道你任何元素的触发 这是流程问题 再一个是什么时候执行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你的任何这个有任何这个接点改变 它无非有可能产生两种方式 要么就是这个本身有些用户操作导致了这个state的改变 要么就是有上层传过来的这个probs 就是上一个节点发生了改变 到这个当前节点的probs也发生了改变 有这么两个过程 有这么两个这个改变 那么它呢就是每一次在更改 每一次它有周期性的去判断所有的节点数 是否需要更改 然后只要有任何一个节点 它的state发生了改变 它就会把当前节点标志为这个dirty状态 dirtystate 然后只要检查到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是处于这个脏状态的 它就会去判定 它就会去检查这个节点是否需要改变 然后就是走到我们之前设计的那一套流程 这个through theprobs through component update 然后will update 然后递答 through the component will update 以及这个component will update 然后这个 嗯 递答不对 然后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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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那些个函数 那些系列函数 然后那个 嗯 这是说这是说这个什么时候执行 然后是这个假如说 出现这么一个这种变化状态 比方说UI当中 这是另外一个实例 UI当中有两个列标签 UI的元素呢 这个是A 这个是B 然后它最终要改变的状态是吧 第一个 我们直观上来看是把第一个删掉 但实际上它执行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它判定这个列标签 一开始都是一个列标签 然后它并没有做任何改变 然后紧接着发现内容改变了 它就会把第一个元素替换成B 相当于是把第一个元素替换成了B 然后紧接着呢 它发现最终展现的这个节点后面没有第二个节点了 它就会把这个节点删掉 就是这么一个变化状态 那么我们在以前提到的时候呢 说为什么要把每一个元素给它增加上一个这个K呢 增加上这个K的目的就是为了说 增加上这个K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这个状态 这个这个标签是保持 尤其是在这种力元素 以及这种并排的这种力元素 或者是这个OLO OL什么标签里边当中 都是为了保证这个力标签当中 或者是spin标签并排相同的标签 都是为了保证这个 我们需要保留的这个节点 和它将要变成的状态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这 是A 这个K等于B 它只要检查说这是两个节点标记了K 那么它在接下来更改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说去更改A标签 把这个K改一下 然后把内容改一下 改成B 它就会直接执行说把这个标签删掉 然后直接改变成第二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增加K的这么一个原因 然后接下来说一点说一下这个 Ref使用法 Ref使用法 Ref使用其实和之前建造的是一样的 和之前那个也提到过了 就是使用的时候我们在 直接在元素当中 你给它设置一个Ref 等于某一个 一个字符串 然后你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直接通过 list.refs.你的这个名字 这个字符串 然后把这个取到当前的这个Dom节点 取到当前Dom节点 然后来做一些这个操作 这种focus啊什么的 这个主要需要注意一下是 我们拿到这个元素是一个react元素 是需要把它通过这种fandom node 来转换的 我觉得好像不用也可以 其实不用也可以 其实不用也可以 直接拿的就是这个Dom元素 然后这块需要再另外说一下的就是 我们之前都是通过这种字符串的状态 其实它也可以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传一个函数的方式来使用 这块要记得为什么Ref加大口号呢 是因为这是在Dom元素当中 要执行GS的语法 所以要外边包一层 这块要传的这个函数里边参数呢 就是当前的这个Dom节点 当前的这个Dom节点 这个需要注意一下 而这个函数它的执行时间呢 就是你在一复值 在这个组件渲染到ATM当中的时候 这个函数就会立即执行 所以如果说有些处置化操作 你放到这不知道觉得这个不太方便的话 你可以在处置化的时候直接扔到这 比如说这个input的组件 你想让它立马focus 可以扔到这来执行 这个是Refs的一个用法 这个内容比较简单 我就不再这个展示了 结果就是如果是这句话的话 我一展示出来立马获得focus 如果是下边的话 我就是在这个任何点在点击之后 才会获得这个焦点 那么第二个内容需要说一下 就是你在componentupdate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下有这种 因为它在判定next props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你判定的这是两个对象 判定的这是两个对象的相当状态 我们知道这个js当中有两个 这个是一个基础 一个基础知识是否扎实的问题 希望大家要重视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判定的这两个对象 判定的这两个是判定的这两个变量 它是两个对象 一定要注意 你哪怕说 我里边只是更改了这个 对象某个属性的值 它也会把它判定为相等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牵扯到这个js当中 比较的时候 你是判定的是直相等 还是这个是直相等 还是对象 以用相等 还是对直相等 还是以用相等 因为默认情况下 它是判定两个对象的时候 它是判定对象相等 比如说你在这个rend的时候 我这valueunclick mathunclick的时候 我取到这个sir当中的value值 然后取到value当中的这个负 我把这个负加了一个字符串 加了一个这个 加了一个bar 但是 然后我也把它复制回去了 复制回去了之后呢 我把这个值 c当中的这个value 就是相对于说把这个对象 传到这个inner component 然后inner component里面直接调用 它在判定的时候 你要注意啊 这虽然说我加了一个bar 但是这个对象本身 它的引用并没有发生改变 这就导致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每次判定这个state state their value的时候 每次判定这个state their value的时候 它都是这个引用啊 只是它里边某个 属性的值发生的改变而已 引用并没有改变 所以就导致这个判定始终为true 然后就导致下边这个子节点 并没有任何的更新 就是这么一个 会产生这么一个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在判定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一下 你的这个数字componentupdate 判定的是否相等 然后来这个决定 那么这些课呢 这些课呢 主要留几个课误阅读 因为这些课主要是偏向于理论知识 一个是这个diff算法 这个这个是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么一个介绍 里边有些图形 大家可以借助这个图来这个理解一下 看这个这个sator设定为脏状态啊 是否重回啊 重回的某些节点啊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kid 以及这个高性能的使用啊 以及这个raps的使用啊等等这些东西 大家一定要刻刻在阅读一下 巩固一下使用 可以自己做一些实践 来这个摸索一下这个 他在某些状态哪些情况下发生的改变 怎么样发生的重回 以及这个raps的用法啊等等 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然后下节课我们来 对知情学的这些东西呢 来做一个这个回顾和总结 这些课我们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